今天来带大家看一下东风风神的号集 这款车是东风风神DSMA构架下的首款SOV 也是首款搭载东风马赫双擒MHD混动系统的SOV 因为我们试驾的时候是6月17号 它到18号的时候发布了预售价格 混动车型的预售价格是13.99 其实放在现在的混动SOV的市场中来看这辆车 这辆车的价格其实并不算贵 本次我们试驾由于是场地试驾 每个科目之间的车型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分科目来给大家聊一下东风风神的这辆号集 混动版本最大综合功率为180千瓦 最大综合扭矩是549米 官方百公里油耗是4.8神 怎么看待这个动力水平呢 整个这个动力水平从参数来看 相当于一台3.0T的涡轮价发动机了 但是实际的感受怎么样呢 这个我们一会来说 混动车型呢今天参与了两个项目 第一个是上坡 一个是40度的坡 一个是35度的坡 第二项呢就是这个场地的金卡纳 我也不知道厂家为什么要把一辆注重 让你非常的有信心 第二点啊就要说这辆车可能电池稍微溃电的情况下的情况了 因为场地金卡纳可能会涉及到我们日常行驶的一些频路对吧 然后还有会有地板油加速呀 然后过弯呀之类的这些性能的感受 在场地里面你就会感觉到 特别是在电池溃电的情况下 其实他所说的综合540牛米的扭矩呢 其实是在起步的那一下 你会觉得哇这车动力很强 但是起步之后 其实你就能感觉到它还是一台带电机的1.5T发动机 对然后整体的这个动力表现呢 就和满电的时候有很大的差距了 既然是场地嘛对不对 那就来聊一下这辆车的悬挂吧 其实在整个场地里面开的过程中 我是会觉得它的悬挂有些软 但是很多同行的媒体老师会觉得它的悬挂有些硬 具体这个悬挂软体现在什么方面 它在以一个角块的速度过弯的时候 或许是因为这个车身重心比较高的原因吧 然后加上悬挂比较软 你会看到它整个悬挂被压缩到很极限的位置 整个车的侧型稍微也有些大 而且你看就每辆车轮胎的台间 你都会发现它们的台间磨的都非常的凶 为了拉住这辆车啊 其实轮胎也是付出了很多功劳 所以就是因为它整个悬挂的设定吧 其实我觉得它更是一辆居家代铺的买台 最为了空间大是省油对吧 当然啊这个油耗因为今天场地试驾嘛 所以油耗我们没有对它进行一个详细的测评 这一点我后期拿到试驾车之后 再去跟大家单独测评它的油耗 说完了混动版本的项目之后 再来跟你们说一下纯燃油版的这个项目 纯燃油版的项目今天做了两个 第一个是涉水路面就是湿滑路面的这个防侧滑能力 第二点呢就是跑那个大环线 先来说说大环线吧 大环线其实就是来测这个这辆车的极限 就急速 其实这辆车因为大环线的这个限速啊 导致这辆车只能 它的速度只能最高被限定在160公里每小时 这个速度其实对于目前很 绝大多数车型来说都是可以达到的 这辆车我们在大环线的时候 其实我感受到它在120公里左右巡航的时候 那个A座的风噪还是比较小 但是到了160巡航的时候那个风噪就比较大了 当然这也不是问题 因为车的重心比较高 所以说有风噪是很正常的 然后第二点来说涉水路面 涉水路面这辆车因为我刚才也说了 它配备了4条这个贝赖列西级的胎 而且它整个轮胎的宽度是235 一个相对比较宽的车胎 然后加上这个不错的这个轮胎性能 你也可以看到它在整个涉水路面 我在开起来的过程中 我会感觉到就是车是想法外滑的 但是整个轮胎可以抓得住这个地 然后不至于让整个车就滑出去 第二点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ESP会疯狂的接入来保证你的车辆不至于失控 但是ESP这个东西我觉得有好有坏 有时候可能会帮倒忙 但是就看它的ESP介入的这个速度 我觉得其实整个车的这种可控性还是不错的 好了聊完动态方面之后呢 接下来我再来跟你们聊一聊静态方面 好了因为外面确实风有点大 我先坐车里面给你们聊一下 我在试驾过程中遇到的这辆车的几个细节问题 第一就是这辆车不管是它的这个混动版本 还是那边那个燃油版本 它的行车电脑都是不计怠速油耗的 怠速油耗不管你在这里停多久怠速多久 它的怠速油耗都是两个杠 其次就是它的这个女王座椅 这辆车是全系标配女王座椅 我觉得这个配置你完全没有必要标配 因为第一是成本的人 就把你很多消费者就是像我这样 我就不喜欢这个女王座椅 为什么呢 因为我坐副驾驶的时候 我喜欢把腿收起来 但是这个女王座椅的这个腿座 会影响我把腿收进这个座椅下方 然后就感觉你的整个小腿是单在这个腿座上的 而且这个腿座我再把它全部伸起来之后 我的整个脚踝和脚会卡在这个手套上的下仰 就很不舒服 所以我的建议真的是 你可以把这个配置当成顶配 或者说满动车型的标配 但是四顶配及以下车型 我的建议还是选配 当然这仅我个人的观点 也不排除你们家对象 对吧 比如你老婆 或者你们家家属 非常喜欢这个配置 必须要让你买这个配置 这个也是一件而已 我只是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观点 感谢观看 你们俩也不肯定 所以你老婆 的几个こと 对 我